各位同姐早晨 又是Rex Up 今集想和大家開箱一項物件 我特意出來戶外 這次沒辦法在室內訪 因為那項物件有點大 沒錯 在上次講話考完機車駕照之後 我已經買好了機車了 機車很便宜 九千台幣 因為都相當殘舊 不妨我們現在開箱看看 它有多殘舊 它是1995年出生 大鱷一年 它已經出廠25年 走了25年 我是第二手車主 這車其實外觀上的問題都頗多 例如這些位置都已經爛了 旁邊的擋板都已經有點風化 但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它的機件也是頗精神的 我當初都買回來之後 就是浪費了300元 換了一件東西 就叫油門線 當初你看我一壓著油門 它是不懂得換彈的 現在已經OK了 我只是浪費了錢 換了油門線 其他比如說引擎 那些零件都算很精神 時速平時都開到6-70 不過在市區路短 比如這些路短 都只是開時速40 所以就不用開那麼快 永遠開車都是小心一點 慢慢開 最安全 所以平時都多數用來上學 以及去新後的家樂服 賣一些一常所需的物品 這個車的價錢是9千元 新車稍後裡面的家樂服都有 稍後再帶大家去看 好事不宜遲 Let's go 好 現在我們已經進來家樂服了 可以讓大家看看進來的入口 這圈一進來就是電器部 然後對於香港人來說 Supermarket裡面可以買電器 其實這個東西都幾少有 因為香港沒有那麼大的地方開一個Supermarket 所以平時我一有時間 我就很喜歡來行家樂服 因為裡面差不多 你想到可以買到的東西 裡面家樂服都會有的 還有之前答應了 要帶大家來看機車 沒錯 Supermarket 裡面是可以買買機車的 這款在台灣很流行的Google Roo 賣5萬4萬 這款是輕身的Google Roo 大概換算下來是50cc左右 就是台灣的綠牌 所以裡面是比較便宜的 你又可以再看看其他 它有些車款在這裡沒有demo 但有一本Booklet 你可以看看 譬如說這些在台灣都很常見到的 三揚的機車 就賣5萬3、5萬4台幣 你看這些款式 帥仔一點 可能都要去到六萬元、七萬元 甚至有些當然更貴 所以其實我買到九千元 換算下來其實只是七分一 甚至是八分一價錢的機車 所以在這邊買機車 其實開銷 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便宜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去買中古機車 繼續帶大家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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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入到室內場所 都還是需要戴口罩 尤其是 譬如說Supermarket 八部公司 那些 所以都要戴 戴定一個口罩在自己的背囊上 有需要的時候 就要戴上去 還有我今天剛剛都收到email 就是說 雖然現在台灣本土是沒有疫情的 暫時多數都是外來傳任的疫情 但是我12月1號之後上學 我連上課都需要再戴口罩 這方面台灣的確是做得不錯的 疫情控制方面 好 繼續逛逛逛逛 其實今天來交付 都主要是想買一支無路 因為我支無路就已經用完了 順便和大家看看加樂福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喂 酒 很多酒 其實想和大家看一看 例如說那些急凍食物 例如說自己一個住 有時候冷出去吃飯的時候 家裏真的需要備定很多急凍食物 所以可以和大家看看加樂福 有什麼急凍食物 我覺得吃過好吃的 Let's go 哇 這個加樂福的意大利麵 真是不得了 89元裡面有三包 好吃的 雖然它不是丁的 但是你可以放入電飯堡那裡煮 煮5分鐘就可以吃了 方便有筷子 另外這個蔥 蔥抓便 65元 10多元港幣 但是裡面有10塊 只需要放一點油 然後在鍋裡煎 3-5分鐘就可以吃了 這些真是很方便又很划算的東西 我覺得加樂福這兩個系列是真心好吃的 另外一個我想推薦的就是加樂福的麵包 例如你看 加樂福是加樂福 很好吃 加樂福之外好吃的 還有 菠蘿包 沒錯 台灣人經常都說想來香港吃菠蘿包 但是我真心覺得台灣加樂福的菠蘿包 比香港的好吃 先不要說價錢 這裡是52元有四個小的 其次是它真的有奶香的 所以我極度喜歡吃這個菠蘿包 不過有點肥 待會要做運動 所以今晚就先看看 好 結束 好我現在已經買完東西準備要回學校了 一如以往 記得在Facebook和Youtube下面留言 和給我一個讚 有什麼想知道或者想說的 都一樣在留言 留下話給我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